我要你很好 耶 继续回到我要你很好的节目当中 那现在在我们节目上呢 是永康社大的日文老师 李婷飞老师 再度的欢迎 嗨你好 好的刚刚上一段节目 李婷飞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他教学的这个一些心得 还有方式 针对乐林人口呢 其实婷飞老师提供了很多 比较生动活泼的 比方说唱歌 比方说游戏 就是让我们中高龄人口呢 可以更快的融入在日文学习的 这个领域当中 那想请问一下 婷飞老师是不是也有让你觉得 印象很深刻的学员呢 有啊 最近才最近而已 真的啊 最近有一位学员到日本去玩 那是跟团去 那在团的他晚餐不是有那个 吃饭吗 吃饭之后 然后一定有卡拉OK 结果全团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唱 在日本没有一个人会唱 因为日本的卡拉OK 都是日文歌 所以呢 我这个学员就自告奋勇 而且又是女生 就上去唱了一首日文歌 哇 唱完以后 饭店 旅馆的饭店老板亲自下来 给他颁奖 送他一份 真的假的 对 那全团的人就好高兴说 哇 你在哪里学日文 你会唱日文歌 他就好高兴 好高兴 他五天的行程 他每天都很快乐 就是等于被大家捧得高高的 是是是 而且整团应该 就是会讲日文的也不太多吧 对 跟团的话通常会比较依赖 就是 其实我们有个断层 其实如果七八十岁的一些老年 老年 老年 真的高年 其实他们也会日文 他们有一些基础的日文程度 但是到了五六十岁的话 这个就一个断层了 那时候就没有再有日文的文教育了 对教育了 那在现在下来的话 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些日文课 英文课 德文课 那有兴趣的人就会去学一个日文课程 那渐渐又有日文的 日文的语言的这个课程出来了 所以呢 五六十岁的人 他们其实说日文 他们也是很陌生的一个语言 说实在的 反而在这个区间 对于日文的学习会比较吃力一点 对 这是一个断层 所以我是觉得说 日文 尤其最近大家 都跑日本 有没有 对 因为连航盛行 Miko也很想来一趟日本的旅游 但是一方面也很怕日文不好 英文也不好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呢 日文 其实到日本很方便 其实每个人去自助旅行回来的话 你不要 其实是说不要去 大都市的话 非常的方便 但是我的学员 有的他们是学了大概一两年 他们要去比较深度的 他们竟然去东北地方 去Aomoriken 去仙台 他们自己去探索 自己自助旅行 一对夫妻 就是可能对于日文程度比较吃重的地方 然后他们日文也不是说很好 但是他们敢去自助旅行十几天 而且又是到比较东北地方 他们回来跟我们分享 我说哇你们好厉害 真的耶 所以这对夫妻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 他们自己到仙台那边 不会很无助吗 其实 不会也不会 他们之前有做功课 那不懂的话 老师这个怎么办啊 这个怎么样啊 然后说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 老师教过你们的日文 说有 老师 我们的教科书都拿去 带着教科书去理由 对 是很可爱的一堆夫妻 所以老师教科书内容 应该是很生活化吧 因为我们有时候 不一定是只有教科书的编排 就是教科书 教我们也说一些旅游的 因为有些学生说 老师我想去日本 你要教我们怎么去买东西啊 怎么搭地铁啊 那我们就特殊就把这个挪出来 再另外再跟同学分享 所以老师教科书都自己编吧 没有我们有固定的教科书 但是会在应讲义这样子 对 碰到那个点 是 所以难怪他们要带着教科书去旅游了 因为里面可能 十一柱型的一些生活用语 都会用得到 对 所以那 刚刚有说到嘛 我们中高龄朋友 一开始会先接触五十音 那大概五十音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才有办法去 再深入到学这些日常用语 其实呢 五十音当中 以我的教法 五十音的里面 我顺便在课堂 后半段的时候 我会教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用语 就比较简单的用语 打招呼的用语 然后呢 他们的用语的话 我要特地 就是上课你要来要说什么 下课你要跟我说什么 然后我一定强迫他们要记住 没有讲的话不可以回家 所以压力好大 会不会 所以学生每次要下课的话 就赶快翻他们笔记本 那是这句怎么说 所以等于也是强迫学生一定要学会 然后不会的就是要问 对 所以五十音跟这些日常用语 其实它是一起教的 就可能课堂的前半段 再复习一下五十音 后半段就再多一些日常的用语 打招呼的用语 那老师能不能空中教我们一些 可以啊 像一般我们说 早安大家都知道 早安呢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はいおじゃございます 像是比较有尊敬的 但我如果我是下课呢 我一定要教同学说 辛苦了 你做得辛苦 老师教得也辛苦 大家一起辛苦嘛 对不对 お疲れ様でした 好难哦 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 对 其实每一堂下课都要讲这句话 久而久之 大概一个礼拜 大家就记起来了吧 对 一两个礼拜 还是因人而异这样子 不过翻个小抄 或者是听同学讲 学他 应该都还OK吧 都OKOK 有的同学到门口 不会讲了 那另外的同学就在后面 大帕 怎么讲 或者是我们就是往后退一点 让别人先讲 听别人先讲 然后呢 我们再偷学一下 笔记一下 他们很可爱的 其实 其实 上日文班 其实 我们用多一点的爱心 还有关心 其实我是觉得 很多很多来学 刚开始五星 他们真的是 不会你知道吗 不会的那种心态 比较大 所以呢 五星的话 我会叫他们 慢慢慢慢 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 但是我也会从旁边 会不会写啊 去看他们写的字型 如何 怎么念 那你多的这个关心的话 他们反而会觉得说 老师有特别在关心我 所以对热灵的学员的话 我觉得你多一份关心的话 他们反而会觉得 我来上课 他们是很快乐 他有感受到 就是被人家注意到的感觉 那一方面他在学习的 这个心理状况 可能也会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很容易 就是半途而废 就是可能因为 会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同学 或者是觉得说 老师好像都没有注意到 我不会的地方 我也不敢问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收起来 久而久之就会开始有点 好像不想学了 或是什么样的念头出现 所以 亭飞老师都是会非常仔细的 去关心每一个学生 因为毕竟他们来 可以来上这个课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呢 像我这一次的班级 还没有 还没有到一个月 我的班就有30位同学 就是开课之前 已经有人先预定了 对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哇 这么多人愿意来上我的课 我就觉得 要多更多的一些关心 来照顾他们 甚至有一些都是熟面孔 对 有的救生就是 你可以去上别的课程啊 像永康社大 他们有很多的课程啊 然后呢 老师也都不错啊 那你们可以去学习啊 说 老师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上你一个课 曾经有学员啊 已经上到中级了 到说 老师这一次要开五星班 你们就继续上下去了 结果呢 老师 那个学员竟然跟我说 老师我五星还没学 可是老师心里面知道 他已经是那个中级程度了 他竟然跟我说 五星还没学 就是想要黏着亭飞老师 不放 所以就觉得很可爱 也是一些很可爱的救生 真的很可爱 其实跟他们就是互动的过程中 也会被他们逗乐 对不对 就是整个连自己心情都变得很好 所以我说我去上课 所以我真的去上课吗 其实也有很多学生 他们的来自各个不同的家 家庭嘛 我要学习的 也是各个不同家庭 他们跟我的知识 又不一样的知识 反而我是 一半是我教他 一半是他们在教我 在台上的时候是老师 下了台之后变成学生 所以说这种教学相长的那种 那个感觉 真的很好 那刚庭飞老师有讲到嘛 有些学生其实已经到了中阶的程度 那比较好奇的就是如果说老师这样一个学期下来 同学们通常可以到从完全不会 那到一个什么样阶段的日文程度 其实你可以去尝试自己 第一啦 你要先看你的教科书 你的教科书 你到你到 可以到哪个程度 你要先去评估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程度可以在更上一级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了 更多的挑战 但如果说我不能去那个阶段的话 你是不是请老师 老师我如果这个阶段 我需要再学什么 我觉得还是跟老师评估一下 跟老师商量一下 老师我这个我需要再学习什么 这样子或许对他的学习日文的那种氛围 还是学习日文的精进会更好 所以其实每个人一个学期下来 他的吸收量都是不太一样的 都不一样的 是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般听众朋友 他也是想要接触到这个日文的学习 秦飞老师有没有建议这些乐林人口 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日文班 因为怎么说 如果说一般我们的日文班 如果说正统的就是教科的日文班 就是一定要坐在那边 但如果说他不能久坐的 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像要活泼的 那我建议你比较可以唱歌班啊 可以去学习一些唱歌的技术啊 唱歌 因为唱歌里面你还可以学到日文 日文很多的单字 所以也不是说只是来上日文班就可以学 从日文的唱歌里面 你可以也可以学到很多的日文单字 日文的歌曲 但也是一个乐趣 就是反而去 你可能日文是一个兴趣 那你可以找到你第二个兴趣 两个结合的课程 去做一个学习会更快 而且一次学两个 一渐二五 对 那会不会也有中高龄朋友是想要自己自学的 自学的话也有耶 自学好学吗 其实自学的话有些人很多都是听DVDVCD这样子 但是他们自学的话其实有一个限度啦 说实在的 你如果要再精进的话 没有人知道你需要再去精进 要读什么这样的书 还是要从哪个地方着手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盲点了 是 所以如果初阶的话 其实亭妃老师认为说 中高龄朋友自学这个部分还是OK的 比方说五十英 是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更精进的学习日文 可能就真的要来找老师了 是 刚好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啦 其实来上社区大学 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 一个交朋友也好啦 一个消磨时间也好啦 我们来这么讲也是可以啦 然后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现在日本流行什么东西 对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知识是无底线的 搞不好今天有同学到日本去玩 他们回来分享到他日本的一些新的资讯 那我说那我也很想去啊 所以你有了这个资讯 你会不会心动 会啊 所以呢 很多很多的资讯 其实都是这样大家口耳相传的 所以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课程啦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 亭美老师有没有其他就是对于我们热灵朋友 想学日文的话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的 我是希望说你们如果觉得想学日文的话 就多走出来 大家到社大去上课去找你所喜欢的课程 到日文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啊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当然学习日文班的话 你们会有更多的知识 有更多的一些趣味 更多来分享给大家 我也很希望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再一次的感谢永康社大的李亭飞老师 谢谢亭飞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是不是用日文跟我们大家 say个goodbye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みなさん さようなら 我要你很好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老财师宝 好还可以更好 每个人都实用的乐灵百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你们不要转发